这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用语篇第21章 这一章有争议 凡辞问智 只曰物名之义 凡辞问价 问仆 价是种植 仆是种植 草木 蔬菜 植物 瓜果的原子 就是问这个物农 农业 那么这个凡辞问孔子 孔子说 我不如老农 我不如一个老农夫 我不如老仆 我也不如一个种植 蔬菜 瓜果 原子的老农夫 这一章是问智 孔子答物名之义 刘氏正义说义指食义 就是护持指孝 忽义 护听 凶梁 地涕 长慧 幼顺 君人 成忠 这个是刘氏正义的解说 解说义这个字的意思 挤出十义 进鬼神而远之 进鬼神而远之 这是指行礼 进行这个礼 进鬼神但不能进 进是亵渎 上文有说到 梦之缓不划章 当时阮球为为祭祀宰 在祭祀那里作官 以齐国作战 篮球与樊池一起出来抵打 当时的樊池一定不是百姓 樊池也同时为政 有职务 为老百姓办事情 樊池为政时 问孔子如何才是有志 孔子答护他必须 以敬鬼神而远之 这并不是要人不敬鬼神 不是教人家不要尊敬鬼神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要敬 要敬鬼神 三代对于鬼神都很恭敬 虽然恭敬 却不能亵渎 不是叫人五慢鬼神 也不是像一般注解所说的 要人离远一点 祖先为鬼 在太庙供奉 难道连太庙也不要了吗 这个鬼意思就是 自己家里的父母祖先 过世了 称为鬼 那么神就是说 祂在对国家社会有奉献的 那么死后啊 这个大家尊称祂为神 这个鬼神都必须恭敬 但是啊 不是教你去 这个 归依鬼神啊 佛家也不归依鬼神 只是尊敬鬼神而已 宋儒因意会时唱高调 不说因果 以为只要行好事 不问前程 说得太高 那么这个血乌老人讲啊 这个宋朝的血乌的人啊 都是唱高调 那么佛教讲的因果 他不讲 他只教人家呢 行好事 不要问前程 那这个说法呢 太高调了 一般人啊 也很难做到 必须讲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弘子说 鬼神如在左右 如拾目所示 拾手所指 鲁家讲圣毒 自己一个人是毒 就是单独一个人 就必须谨慎 如同有十眼看着你 十个眼睛看着 有十只手指指着你 眼力极了 所以说 不愧轻盈 对得起自己的影子 睡觉时对得起轻辈 对得起我们盖的棉辈 这是对上智说 对上等智慧的人的说法 下语的人不懂 这智慧不够的人啊 那跟他讲这个 他听不懂 所以佛家注重三根 普辈 要看他的根气 如果不是上智啊 下语的人 那么这个讲法 他不能理解 要讲 要讲浅一点的 你们学活 而鲁家主张 圣毒 你能不愧轻盈吗 你所学 为了什么 梦是心头想 是下意识的作用 若没有这个想法 就绝无此梦 例如 你只不会梦做新郎 男子不会梦到生孩子 你们所梦如何 不必问别人 自己往生以佛 自己知道 自己曾梦过极乐世界吗 梦过佛吗 那么这个血路老人 问大家 我们念佛人 有没有往生 自己知道 那从梦中去堪念 我们自己有没有 曾经梦过极乐世界 有没有梦过 见阿弥陀佛 若不曾梦过 若从来没有梦过 那就是所下的种子少 这样能成就吗 就是我们佛下的种子 还不够 这样能成就吗 这也是一个问话 一个疑问 不梦虚荒 不梦弥陀 只种子必寥寥无几 往生渺茫 所以做梦 没有梦到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梦见阿弥陀佛 这个佛的种子 一定很少 寥寥无几 往生西方就很渺茫 吴臣说 你若不能无梦 只要知道梦中是梦 就能跳高山入大海 穿墙也不会有障碍了 如果自己在做梦 知道是在做梦 那就没有障碍了 知识者不如好知者 先写知梦就可以了 先写知道梦就可以了 对鬼神祷告 孔子不赞成 所谓罪从心起江心灿 罪心若灭死罪欲亡 忘念没有了 那罪在哪里呢 有心就有罪 孔子教百姓实意 不赞成向鬼神求导 这个就是远之的意思 那不是去传媚 八戒鬼神 去拜神 都有目的的 这个孔子不赞成 那么孔子教百姓 要做到这个实意 自己在什么身份地位 应该尽什么义务责任 问人 人者先难而后佛 可谓人已 凡此问人 问什么是人 好事难成 坏事容易 若人人讲理 天下就太平了 就因为很多人不讲理 所以必须忍 要忍耐 要摆折不回 一开始上来没有不难的 也没有冲不破的 做什么事情 万事起头难 没有一样 没有困难的 但是也没有一样 冲不破的 困难还是能突破的 例如孔子在乘节粮 臣菜不戒 到处戒粮 这个都是遇到困难 但是始终不改变宗子 这就是立行禁夫人 希望你们今日为君子 将来都能往生西方 这写入老人 他的欠勉 大家 这个话我们要常常提醒 我们自己 发明的四书横解 可以参考 这一张书 写入老人给我们 介绍 这个 发明的四书横解 这个可以参考 这张书可以参考 四书横解 这本书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胡慧增长 伐喜充满 阿密 tit了 トフ 好